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活在中非共和国桑家保护区的沼泽中 以鱼类为食 它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可以捕获很多鱼 并把这些鱼堆在一起 鱼人允许当地人带走一些鱼 但是 如果有人把这些鱼全部拿走 鱼人就会发怒 并向整个村庄的人报复 第二章画的是 大象的杀手 途中 一个头部像野猪 尾巴像科莫多巨蜥的生物 正在攻击一头大象 另一只大象惊恐地逃窜 这个神秘的生物 到底是什么 生物学家至今没有答案 第三章画的是 一个全身毛茸茸的矮人 骑在一头野猪身上 克劳德巴尔在笔记中说 这些矮人被当地人称为猪精灵 他们经常骑在猪背上 行走在森林里 生物学家认为 在非洲存在着一种矮人 他们叫比格米人 比格米人身高普遍低于1.5米 头大腿短 长得精瘦 人人都舔着大肚子 途中的野猪是非洲的红河猪 红河猪身体强壮 性情凶猛 而且善于游泳 所以能够威胁他们 生命安全的天敌很少 一般只有狮子和豹子 第四章画的是 这些矮人和当地人 在一起举行一个仪式 这种仪式 是当地人在外出打猎前举行的 祈祷他们可以获得足够的猎物 这张图说明 矮人与当地人相处得很融洽 由于让克劳德帕尔已经去世 他在笔记中描绘的这四张图 是否是真实存在的生物 我们不得而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 在非洲 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 神秘生物存在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 请点击订阅 银雾影社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